汽车设计使用寿命 起码都是30万公里以上的 1年2万公里来算也能开个15年 但实际大家并不会开那么久 国际权威分析机构IHS Markit有个研究 美国车辆平均使用年限为11.8年 中国4年 真正意义上能开10年以上的车子 指的是除了易损件的更换以外 没有什么核心部件大修的情况下 还能开10年的车子 专业点的说 叫做技术使用寿命要足够久 Technical life in operation 这《黑龙江交通科技》期刊 《潜息汽车使用寿命》里面讲 这技术使用寿命呢 就是汽车从使用开始 到其主机机件 无法再通过修理的办法 来继续使用的这个时间 无法再修理 吉尼斯世界记录 美国长岛RV Gordon大学教师 1966年买了台沃尔沃P1800S 一共开了52年514万公里 整个使用周期只大修了两次 而且发动机核心部件 一直都是最初的那些 没换过 创下了长寿车世界记录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这辆沃尔沃的实际技术使用寿命 就是52年 要实现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车子的电子部件可以不可靠 但是三大件一定要耐用 这就好比雨刮坏了 车子不是不能开 但发动机爆缸了 搬着脚进棺材了 三大件支撑车子行驶的基本机构 发动机好比心脏 变速箱好比是动脉 底盘就是骨骼 哪个容易坏都是不行的 虽然能修 但是次数多了也是出问题的 你心脏病 早期胸闷难受 后面物理 在后面心脏搭桥 是吧 那表面上很多车子都能开10年以上的 但仅仅是强行能开而已 汽车也像人一样的 它会有更年期的 JD Power2010年到2016年 新车故障率统计表 3到5年车龄的车子 就开始经常会爱发脾气了 时不时的什么漏点油漏点水 问题层出不穷了 那到了10年这个节点 就已经是暮年期了 除了刚才那些老毛病 经常在犯的 还会有什么动力差 油耗高等等问题了 甚至有可能把你撂在半路上 各种零部件的可靠性也低起来了 那这些问题一般是通过修理能解决的 但从经济使用寿命上来说的话 修修很贵的 你这个使用体验本身就很差 又老动力又差 修修还不是在买台新的呢 那就手中正寻了 这就叫经济使用寿命了 那你卖卖这个车子4万块钱 修修车子3万块钱 买了个新的七八万那么好了 是吧 那么参考工业技术经济期刊 汽车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 通过购车费用的均摊 每年用车成本的集合 运用经济学分析 可以得出是一个经济角度的寿命了 一般根据油耗超过原来20% 维修价格达到残值的50% 配件是否容易得到 来作为经济寿命的标准 举个例子 原来油耗你是百公里10个油 是吧 现在12个油了 你现在这台车子二手车还能卖5万块 修修2万5 好了 换新车了 经济寿命到了 总之一辆能用10年以上的车子 核心三大件可靠式前提 最多搭修2次 然后就要符合刚才这个经济使用寿命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样才能真正被称之为 可以开10年以上的车子 不少朋友说 开不坏的丰田车 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寿命厂 丰田生产报告 查了一下它说 丰田甚至会定期排产 20年前丰田车的备件 这个就让老的丰田车主修车更容易了 买得到这些配件了 算是为了官方口碑 努力延长汽车经济寿命的一个典型案例了 大家都觉得丰田车是可以用的很久 对不对 那新车我也去买丰田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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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